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怡萱其實從很早以前我們就認識了彼此 但卻各自過著屬於自己的生活 幸運的是我們在對的時間點走進對方的生命 還記得八年前再次見到你 是在友康街的火鍋店 當時我點了一鍋臘到眼淚鼻涕直流的火鍋 醜到一個極致 為了挽救完全失控的局面 還假裝非常賢慧的幫你剝蝦 兒子是最棒的在地 我們的姨在參考 老的爸爸 老的臉再暖 老的臉再暖 爸爸衷心地祝你們 永遠幸福快樂 好 母親節快樂 媽媽知道你一直都是一個最貼心的你 謝謝你讓我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上 是有人可以集這麼多優點於醫生 不僅有帥氣的皮囊 還有像我爸爸一樣的好脾氣 好難 好聰明 來囉 1 2 3 看鏡頭 宜宣好聰明 宜宣好聰明 那 以後我會好好對待你 保護我們的家 宜宣好聰明 林爸爸林媽媽 我感謝你們把宜宣交付給我 那我會盡我全力 保護宜宣愛宜宣 那我們以後會過得很幸福 謝謝爸爸 除了像我爸爸之外 還是像我最好的朋友 一路陪我長大 開心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 你都會陪著我 謝謝你一直這麼的疼不 很感謝你們 在我8歲的時候 幫我多添了一個妹妹 有林魯在 就是一切都很開心 就是她真的是小天使 然後來幫我陪我的 然後就是真的很感謝你們 我們都算有過 風一風的成長 希望我們走 螞心卻還擁動 我 我覺得也很幸運 在自己做第一場舞助的時候 有你的出現 終於讓我過得像我 你不愛運動 但我想以後你會很愛運動 我們相處的時間總是充滿歡樂 雖然偶爾也是會有爭執的時候 幸運的是 我們都可以很快 找到彼此認同的核心價值 在磨合中互相很成長 也為我保留 新的寄託 當你發現自己的食物 比我的還要好吃的時候 你就會默默地把盤子交換 你說你不在乎自己吃的是什麼 但是你知道我吃到好吃的食物會非常的開心 謝謝你這麼細心的多麼愛我 也謝謝你一直以來把我放在你自己之前 讓我覺得容易真好 在準備婚禮的這段期間 很多事情都是你在處理 辛苦你了 所以我決定 之後的一個月 每個假日早上 我都不會找你起床 我保留 新的經過 有多少快樂 有你和我一起相守 一起感動 因為你 我將會更有信心 面對未來的挑戰 為了你 我會肩負起 承擔一個家的責任 並且保護這個家 你選我愛你 你選我愛你